食品安全的问题在台湾现在集中在油这件事情上 但岂止是油 最近已经早就被查出了还有好几项食品 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连接很多 有很多食品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 其实相似的状况我们是必须注意的 前一阵子查出有一个著名的火锅店 它的汤底里头有化学的成分 而中国大陆的央视记者最近潜伏到几家特别有名的火锅店 这些有些火锅店是台湾不卖的是狗肉店 但也有是很有名的一些涮羊肉的店 他们的汤底特别的好喝 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他家的因素就是鸦片 香气四溢的麻辣火锅让人一吃上瘾 但这令人回味无穷的好滋味却可能暗藏玄机 大陆央视记者乔装陈买家 来到江西省的调味品一条街 这个怎么办 这款神秘调味料并不是一般人都买得到 那个250块钱一斤 什么样子能不能给我看 你看那也没什么状态 你看那还要打法 它是一个一个还要打法 那我买的是你们给我打吗 那里有机子打 老婆店里说哈 我们一面不相信第一次住这个社区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 哪个人都拿 第一次哪个人都不会 你要来生分镜好吗 给钱他对不对 我们除了是你也没有 我是个夫妻者 这个为什么国家是不原始 这个东西要严重一点 就不能卖 但是市场上也是 市面上都有 批发商不会言地说 销入最好的调味品里面都含有因素 因素壳中含有马啡等物质 按照大陆卫生部的相关法令 都不得在市场上销售 或用于其他的加工调味品 这是什么 就那个啊 要吗 要放进去啊 我们是直接放进去啊 是什么的 对 直接放进去 放一锅里去 你别拿进去 他出事 为什么会出事 你还会抓的 会抓的 这是 你出锅水 它所属于毒品 然而实际走访南昌市 这一家狗肉火锅店 原来老板生意兴隆的秘诀 就靠它 难怪这家店的回头客那么多了 加上罚则过轻 黑心的餐饮业者 根本就不怕你罚 在台湾爆发黑心油的连锁风暴后 大陆中央电视台记者 也锁定大陆餐饮业内公开的秘密 揭开美味背后的玄机 除了餐有因素的调味料 坊间味道各异的香精 也是让清水变高汤的神器 除了味觉 还要兼顾视觉感受 记者亲身实验了一下 这些以假乱真的香精调料 就这样流窜在大陆的百姓餐桌上 没人知道自己喝到的 吃下的究竟是香还是伤 在江华以代非常受欢迎的小吃皮肚 也就是把猪肉皮晒干之后 再用油炸过的干肉皮 卖向好的不见得营养价值就高 这里是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城郊村 大街小巷都晾晒着猪肉皮 你吃吗 这个皮肚 皮肚吃的手 吃的手 为什么吃的 就是不卫生 对 原来为了让皮肚变得更白 并且延长保存期限 业者在加工过程中 居然使用了甲醛次硫酸氢钠 跟双氧水 他们恶劣的行径遭当地媒体曝光后 镜头前的三人 分别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然而一年后 当央视记者重回皮肚村 却发现这违法加工 又死为复燃 这个叫白皮肚 这个叫白皮肚 这就是 就是白皮肚炮过的 对 差不多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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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核材局不是 核材局卖泡 那个很明显 这个核材局 这个是 这个是 就这个 可偏偏当 制监局官员 突袭检查的时候 所有证据都瞬间消失 这也是 黑心皮肚 履禁不绝的原因 因为总有人通风报信 确保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来应该是 政府的职责 然而央视 披露的三起个案 却反映了 政府监管不到位 加上犯罪成本太低 造成大陆的食品安全 屡屡成为一个管不住 也管不了的南奇